接上一个视频中我们讲到 阿祖法跟康特提出离婚后 他们两个大吵一架 康特急得要跳脚了 觉得自己的一枪真心实意给阿祖法却不领亲 康特喋喋不休地和阿祖法诉苦 似乎在这一段婚姻中他受了多少委屈 其实有很多事情都是他处理不当造成的 他们夫妻两个现在谁也无法说服谁 阿祖法此时已经心灰意冷 回想起以前就觉得自己活得太窝囊活得太糟糕 这种鸡飞狗跳的生活再也不想过了 而且他现在觉得妈妈越来越偏执疯狂了 他失去了那里的土地以后 做事情更过分了 他怀疑他很有可能又要伤害自己的两个孩子 所以为了他的孩子 只有离婚这条路可以走了 可能有网友觉得阿祖法是不是太懦弱了 他应该顽强地和妈妈反抗 你们没有过过他这种日子 不知道他有多不容易 所以还是那句话 未经他人苦 莫劝他人善 康特现在又稍微冷静了一点 阿祖法却说拿着你的东西离开 你的妈妈昨天过来吵架的时候 这里所有的一切都是你出钱的 他再多来几次 估计又要把我从这里赶走了 康特说 既然你住在这里不安全 我去城里租房子 你带孩子过来一起生活 阿祖法根本不会接受他这个提议 康特爆脾气又来了 他说你不知道我因为你受了多少苦 阿祖法说 所有的苦难都是你妈妈造成的 你都不知道他对我的伤害有多大 阿祖法说的这些话 康特心里明白得很 他说他做的错事我会负责的 阿祖法说 如果你真的想为我和孩子好 那你就同意离婚 其实他说这些的时候也一直在哭 每个女人提离婚 也是伤透了心才做这个决定 谁会有好日子不想过 康特不理解 他还说你就是不爱我了 为什么要变成这样子 如果离婚让你高兴 那就离吧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我要我的女儿和我生活在一起 阿祖法说 孩子现在这么小 不可能离开母亲 我答应你 你可以过来看他 康特现在很气愤 口不择言说了很多气话 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同意离婚 他走之前还和阿祖法说 我同意离婚也是你逼的 我要离开这里永远不来了